去哪子 快 清楚 清楚 挺清楚 行了 行了 妈 这回没事了 没事了 后来我再把我的名字签上 好 妈 我也摁个手影 行了 行 妈 我明天就撤诉 喂 喂 二姐 咱妈跟你在一块儿吗 妈 在我这儿呢 怎么了 有事吗 那就好 没事 放心啊 妈这回不会丢的 我一定好好地把她送回家 好了 再见 陈雨菲也不放心 你 好 爸 你干嘛呢 爸 你干嘛呢 小点事 爸爸找个东西 偷妈东西呢 爸 怎么叫偷呢 这孩子说话 说得那么难听 那个抽屉也是爸爸的 爸爸找点钱 找着钱给你买好吃的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你帮爸爸个忙 你呢 去看着妈妈 别让妈妈过来 快去 是 什么是 来 干嘛呢你 爸爸不让我说 爸爸不让你告诉妈妈 那妈妈让你说你说不说 来 妈给吃块肉 好不好吃 好吃 那说吧 你告诉妈妈 爸爸干嘛呢 爸爸在偷妈妈东西啊 真的 带妈妈看看去啊 走 找着了吗 你 你小叛徒你 我妈老是说了 偷东西不是好人 我 我 你俩叫孩子别撒谎了 孩子都跟你学的 找那三十万欠条了吧 没有 甭找了啊 这辈子找不着了 死了这条心 你就等着还钱吧 走 儿子 不跟爸爸学撒谎 啊 常立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给我 你翻我东西拿来拿来 我要不翻你东西 我还不知道你逼着妈给你写这个呢 我没比妈自己写的 鬼才信呢 常立 将心比心的你想想啊 要三十年后 你儿子也逼着你 给他写这个 你得什么感受 不可能 我儿子跟我好了呢 是吧儿子 是 你就这么教育孩子吧你啊 外逼你叫人撒谎强 你给我 杨志强 我事以后你少管啊 学会翻东西呢 不是 儿子 过来 过来 替我好好教一教你吧 妈给你夹肉去 杨志强你给我立正 写检查 烦了你了啊 杨志强也是你叫的 看我不揍你 你都过来我好好玩 我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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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志强 你敢打我儿子你 儿子 没事吧 疼不疼 这大碗呢我打你了 走 儿子 跟妈吃饭去 咱俩吃 不给你爸吃 饿你吧 快 走吧 走走走走 我弄不了这个事 你老在家待着 状态会越来越不好的 走走走 妈 我跟您说啊 您得挺俩子的 这畅畅跳跳呢 对这个精神恢复啊 特别有好处 对 我哪会跳舞啊 你看真是你看 学着学着不就会了吗 是是是 走走走 上去上去上去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اءabe้ 蓝子 把你妈交给我吧 你回去吧 那就拜托你了啊 放心吧 回去吧 妈 玩开心点啊 我在这儿合适吗 是最帮的 就是 走吧 周姨 来来来 我给你们介绍介绍 回去吧啊 那你赶紧去忙去吧 玩开心点啊 妈 你看 咱这么多的老街坊 这不都在这儿呢 你也没事跟着活动活动 周姨 这得有这个兴致才行呢 有没有兴致 重要的是看你怎么调节 关键是心态 你说 这谁家没点难心事啊 那我看谁也没像您似的 整天愁眉苦脸的不是 你看 那边那老头 从国外回来的 跟着儿女在这边住 可是儿女啊 这经常出国 她这一个人 闲得没劲得不行 你知道吗 组织了这么多人 天天陪着她跳舞 我给你介绍认识认识啊 老徐 好 刘志人 在这儿呢 你好 找你呢 来 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多年的老邻居 周姨 认识认识 你好 你好 请问 您怎么称呼 我姓周就叫我老周吧 好 看起来您肯定比我小 我就叫您小周吧 合适 合适 我姓徐 您就叫我老徐吧 老徐您好 周姨 您也跟着儿学学去 不 我 我看着 我在这儿看你们去吧 没关系 老徐 我来教你 神套学的来来来来 跳跳吧 我 我真的不会跳舞 我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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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姨 没关系 周姨 没关系 我先看一会儿 没关系 没事的呀 很好学的 来来来来 你看 我跟你讲 我进左脚 你推右脚 我推右脚呢 你进左脚 来来 试试 很好 你看他们跳得都好 来来 你看 一 二 三四 一 二 三四 没事 有信息就能学会 一 二 三四 一 二 三 四 雨菲啊 我给你通知一下啊 二姐撤诉了 放心吧 妈没事了 撤诉了 为什么呀 撤诉就撤诉了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 不是 中队有个理由嘛 我哪知道呢 我哪知道呢 我跟你说 我哪知道呢 你要想知道为什么 直接去问二姐 咱 咱这样 拉着手啊 你看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大樊 你吓了一大跳 你知道吗 不是 我还以为大白山结裁呢 不是 我问你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多少次吗 我不知道 你怎么还追这儿来的呢 不是老二那个脾气 你说说撤诉就撤诉了 这肯定因为点什么呀 可能吧 也别可能啊 你们俩咱们都肯定知道 咱们知道你就肯定知道 我跟你说啊 你可不能瞒着我啊 姐夫我瞒着你 瞧你这话说的 在咱们家咱们俩感情最深了 我怎么可能瞒着你呢 你说你这叫衬衣 还是我送给你的 那年在海南买衣送衣 你懂不 行了啊 他说好几年了 你别老说这疑问这 我跟你说吧 事情很简单 房产证上写上老四 跟咱妈的名了 写上老四跟妈的名 这可不行吧 你看老二的脾气 那肯定不行 够我也不能干的 我跟你说 这房子啊 它是买定了 你知道吗 具体呢 他们在下面是怎么商量的 他们不想让我知道 我也不便打听 明白不明白 不是 那 那这是为什么呀 什么为什么呀 房子买定了谁也拦不住 你要想知道为什么 你干脆直接找咱妈去 咱妈呢 在咱们家旁边那公园溜达呢 不是 上那干什么呀 我哪知道呢 我哪知道呀 不是 奇了怪了姐夫 为什么我跟你一说事 我就容易上火呢你 你直接找咱妈去问 不就完了吗 我急着上班呢 不是 为什么 喂 喂 老四啊 大姐夫 你别聊别聊 那什么啊 有个事 你发展那儿写框明 你知道吗 啊 谁跟你说的 你别把天神说一个 你你你赶紧过去问问吧 我也往这儿去的啊 喂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对 挺好的 挺好的 来 来 妈 好 你怎么来了 我的味道是这个 那个老徐 这是我的那个大女性 你好 这是老徐 你好 好 请问贵姓 我姓梁 梁师傅 我姓徐 我姓徐 老徐 老徐 那我家里有点事我就走了 你们在这儿玩吧 好 请便 请便 好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妈 你找了后老伴啊 我什么时候就找了后老伴了 你胡说八道你 你怎么张口你就来 我怎么就找了后老伴了 妈 你看你不是 还拉人手呢吗 我什么时候拉人手了 你拉手他搂着你 你这 竟瞎说 人家那跳舞的那些 那都叫拉人手啊 妈 你没事跑着跳什么舞啊 刘主任 说让我到这儿来散散心 什么就是拉人家手了 真是 我告诉你 你回去你别给我瞎说去你 行 我不瞎说啊 你干嘛来了哟 有点事 妈 这房子要买了是吧 老四喝你的名 那二弟同意了就啊 就同意了 不是 那买完 剩那三十万都给二弟啊 那可不 你爸有话我能给谁啊 妈 那不行 那心理出国那钱不就完了吗 那真是等着急用啊 妈 你考虑考虑我没的 我们俩真是不容易 那就戒呗 你上哪儿戒 人能戒着不就行了吗 你戒不着吗 咱老四老三他们 大家凑凑呗 不行吧 那怎么不能同意啊 什么你这样不能同意啊 你老缠着我 我有什么办法呀 守夜我发现你这个 妈 你看 妈 来 妈 走走走 不是 那天就捏我啊 那天就捏我 走 走不走 妈 妈 你赶紧来吧 十五百小时都 妈 你回来了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问你点事啊 那什么 那房产证上又 又加你名了 你又来了 那你得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我好心里有个数啊 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 加妈名怎么了 这一百多万都是妈出的 别说加妈一个名字 就算是只写妈一个人的名字 也是合情合理的 别臭矫情了你 三姐真不是我矫情啊 你不是她 我丈母娘那个人 你说她 我得跟你说个道理出来啊 为什么加你的名啊 行了行了你 这是我自己的主意 跟谁都没关系 我的妈 您真不能一会儿一个主意 您真不能一会儿一个主意啊 这你得跟我说 我好跟人家解释啊 怎么不能解释啊 我跟她说去 这又不影响他们什么 真不知道 这 妈呀 妈呀 我觉得 那多次要啊 我现在有事我弄不明白 就为啥 我二姐同意了呢就 对啊 就我二姐那脾气 说加你名她就同意了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我 那我怎么知道 她就同意了呗 妈 是这样就是 你给她什么嘛 我们不要啊 你是不是背着我们 给她什么好东西了 我给她什么好处啊 我现在有什么好处 可以给她呀 她是不是又逼你干什么事了吗 是不是我逼你了 她又真逼你了 我现在就跑到家去 我把她家给掀了 你们俩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自个儿女儿 孝顺自个儿妈 这有错吗 还没完没了了 孝顺 你二姐什么人你不知道啊 对啊 你现在有点不对劲啊 我跟你讲啊 不对啊 你现在怎么老替她说话呢 就是啊 行了吧 这房子已经买了 你就搬进去住不就得了吗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妈 住着就行是吧 你说他们都解决了 那我和梅子怎么办呢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借点呗 老四 我可不借给她 不是 我 不是妈我有多少钱啊 我那现在卡里 那天我一看 总共不到五万块钱 这要结婚了我还得买家具吧 说不买电器吧 原先家里有这样能用的东西 全被给你卖了 我可不借你 我妈你都听下来 老四也不借我啊 老二也不借我啊 我没得不得死吗 求求你们了好不好 不要再逼自个儿妈了 她不是别人 蓝蓝蓝就说你条件好 你别这样说话不腰疼 你知道吗 妈你说你 他们有钱呢 你不用操心 完了没钱你都给分了 那我们怎么办呀 我想明白了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甩回 找后老伴去 少叶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不是 怎么 怎么 怎么着 妈 妈你要找后老伴啊 你天哪 瞎说呢 不是 我们没瞎说 我都看见了在公园里头 你跟老头拉着手吧 你俩转九二呢你俩 少叶 你就气我吧 不是 这真假呀 妈 妈 你看你又装病了你就 谁装病啊 你们俩有完没完都给我滚蛋 你看你又黏我 不是 妈这怎么办啊 不带这样的 你就老二嘛 你就那什么 你动刀我把你去装病你 大姐夫 你才来呀 我给你打电话呢 你看 还不用给你 你不是打车啊 打车你给报销啊 干嘛想起请我喝酒的 有事啊 你 你惹祸了你知道不 有事你惹祸了 老四要弄的你 我没招他我没惹他 他凭什么弄死我呀 没招他他没惹他 人家老四说 他结不上婚就是你弄的 知道不 胡说八道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他结不上婚 怎么能是我弄的呢 你喊什么呀 你老四说你原来 那些俩过来挺好 那姐姐那样全是因为你 你知道不 就你我说老四要弄你 我还没点说理去了这 你说什么理呀 行行行行 我也知道你不是那人 所以我就想什么的 我也劝老四 我是这样 把你二姐夫叫来 叫来咱一会儿喝酒 把这事弹开了就行了 你怎么把老四真弄来了 他可不是站着吧你看 我还是回家吧 你看见没 心里有鬼吧 我有什么鬼啊我 没鬼你跑什么玩啊 我这爸麻烦 你们回头 他再喝高了耍个酒疯 心里怎么一分弄啊这个 行了别害怕 大姐夫在呢 那你家吗你 杨强杨老肉 一会儿就好了 喝一口跟他弹开了 那你你控制点他 你别让他喝高了啊 我知道 走点走 听我的道说 老四 妈 你是不是给我二姐 什么承诺了 你怎么也又来了这事 我就这么一说过你 这么一 太巧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可不是 我这想着呢 这到底是哪个楼来着 就请问那个 是吧 有事啊 那个 有事 有事你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吗 你看这大老远的还跑来一趟 周姨 我琢磨着 这事啊 还真得当面跟你聊 是吧 什么事啊 那个 老徐 老徐 让我问问 您明天还去不去公园了 去啊 以后天天都去 真的啊 那可太好了 你瞎说什么呀 刘主任 你回头跟 那个老徐说 你就告诉他 你说 他那个团我就不参加了 我也跳不了舞 周姨 我琢磨着 您还是应该去 主要是什么呢 这个 行了 这篮子是自个闺女 我也就不见外了啊 老徐想让我跟您打听打听 他想跟您多接触接触 这不 他琢磨着 想找个伴 那人看上我妈了 可不是 这老头 见谜刺面 哪有那个心思 刘主任 你看我们家老常也刚走 我现在是真是没有这个心思 周姨 你还是考虑考虑吧 他人不赖 经济条件也不错 不是那人靠谱吗 哪有一见面就来电呢 难得 我们年轻人都没有这么快的速度 我看你这话说的 那靠谱靠谱不得先接触接触吗 我说靠谱那就靠谱了 也是 反正人家老徐说了 说看着周姨 这从上到下 那 那都可以 行了 您就转告他吧 我现在不考虑这个 真不考虑啊 那可有点可惜了周姨 这么大岁数了 还不知道能活多少年呢 看你这话说的 可不能这么想啊 周姨 我劝你还是好好想一想 好好想想 我先走了 进家坐一会儿吧 不了不了 我给家做饭呢 不吃饭了啊 不了不了 我一直回去了 周姨 再想一想 一定好好想想 跟你妈说说 走了啊 来玩 这不是也认识了吗 走了周姨啊 回见 我妈 挺有魅力的 行了别说这不高调的话了 快走吧 家妈的名 她宋绝不同意 你们呢 应该 去做那个宋绢绢 不是 应该去做妈的工作 对吧 你们 因为我 又不是我让妈这么干的 对吧 我知道不是你干的 是你背后鼓弄我二姐 让她去那么干的 那 没说话了 没说话什么 那 你家事你还是挑事呢 你家事吧 我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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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师 早弄起来 还是去 行行行行 老师 咱俩好是吧 咱们 有理说理 你以后呢 要是加上你二姐 常立的名 我杨仁强 挑事她 那俩真还有道理 可是家妈的名 对我有好处吗 对我有一分钱的好处吗 有吗 嗯 对啊 问题就在这儿呢 你们两口子 不见兔子能撒婴吗 常老二能同意吗 对啊 说人是什么 也好人同意啊 行行行行 我就是对常立啊 我脸孔带吓唬 行了 吹吧你 你还吓唬我二姐 我二姐要吼一声 能吓你尿裤子 老师 不不不不说那个啊 我跟你讲 你酒没喝透你知道吗 喝透以后就什么都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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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的事你 你吹一个 来 吹一个 吹一个 我们家的事我说的不算 对吧 妈 你放心 要不了多长时间 她不敢 你等等 再 妈 妈 谁的电话 我妈的电话 是吧 亲家 就是好长时间没说话了 家里还好吧 你怎么走路怎么永远没伤着你 你妈打电话跟我妈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就是两个亲家好久没见面了 聊聊天 你少来吧你 都不是一个层次有什么可聊的呀 你说这话我怎么就这么不爱听呢 什么叫一个层次 我妈农村妇女怎么了 就想到你妈有层次了 那我妈有人追 你妈有人追吗 我妈当然有人追 我妈年轻的时候漂亮的呢 当时是村官你知道吧 那个李白白就那以前的 以前老李村长一直追我妈 我不跟你扯进去的 我爸还在呢 他什么追不追的 真是 我告诉你 你就算不跟我说 我也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他肯定让你妈来劝我 赶紧生孩子 没有的事 就是是该生孩子了 行 我劝他好了 放心吧亲家 听见了没有啊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呀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啊 生孩子也是应该的 陈雨菲 今天你拖地啊 不说孩子我就不拖 你敢你 怎么回事 做了有没有啊 我也是有没有啊 resize啊 暗子 我优先走 кож上不让你 我那些神秘车 你怎么这么一样 我都想要不要 你怎么嘛 不下次我 你下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球门,球门 二妃 二姐 Kom elekt 二姐 Kom elekt 你怎么了这是 喝了吧 你再点点瓶奶的 他都不能喝,你怎么喝什么酒啊 慢点慢点 喝成这样 你个没出息 两瓶袋都完了 放礼物放礼物 我的妈呀 你叫他喝什么酒啊老四 高兴 姐夫小舅子沟通感情高兴 你也喝了吧 二姐给你倒点水行丹酒来 二姐 咋俩来我们家 聊什么呀 你跟我还有话聊啊 不行 我跟你咋也没话聊了 姐 二姐 你这话说 你看你喝的那样 走 姐 走 干嘛呀突然对你二姐这么热情 受不了啊 二姐都有皱纹了 让你气的 二姐 咱俩多长时间没聊过天啊 你还要跟我跟我聊天啊 你竟骂我了竟冲我喊了 对不起 对不起 知道对不起你二姐了 那以后跟你二姐说话就客气点 别为点钱了 我跟二姐喊了喊的 我这段时间对你太多好 低没礼貌 真的 我今天喝点酒 我心里特别难受 二姐小孩对你最好了 不用多了我提你打架去 弄得二姐现在见着都想打架了 二姐 我都接了 你干嘛呀你 老四 我错了二姐 二姐我错了 你原谅我 你别这儿你起来行吗 原谅我 二姐原谅你 原谅我 行了行了二姐原谅你了 二姐原谅你了 起来吧 知道错了就行了啊 以后对二姐好点就行了 别怪我家 不就因为咱家没钱吗 是不是 那啥 咱妈给你写遗嘱了 你很知道 是不是跟你写了 是不是杨二强跟你说的 这张只想这张破嘴 我要是 是不是写了 跟杨二强没关系 写了写了 那写多少啊 能写多少啊 就是百分之三十七点五 真假啊 真的 我看看吧 你看什么呀 看了也不能改了 别到处你拿个百分之九十九点五来吓唬你弟啊 我可没钱啊 我倒想咱妈给我写百分之九十九点五了 咱妈傻呀她不会赚账啊 没变你真的 就那么多啊 这样我就看一眼 不可以 你就看一眼 不是 你什么呀 给她看看是吧 跟你没关系 什么也没关系 跟你没关系 好 我跟我姐说话呢 看一眼 你看那干吗呀 跟你没关系 就看一眼 看了也改不了了 你们都结婚了 我这啥都没有的 你看你们这都有家有业的有孩子的 我有啥呀 我有啥 我就看一眼不行吗 我就看一眼 求你了姐 我就看一眼 好 那我就给你 开一下 行 你站起来吧 站起来 我拿呀 你站那儿 你俩个脸都转过去 什么呢 这转 你也转过来 转过来 二姐那转就转过来 好 不许回头啊 哎 梁小叶 哎呦 你二丽啊 你还给我转过去 你就是个女特务 你知道吗 这几种能想着藏东西啊 这变子打死我都想不起来 防的就是你 我们家的口号就是防火防盗 防梁小叶 麻烦你 你上去 你上去你站那边去 离我遗嘱远点 老四啊 我就给你看三秒钟 你把关键词看清楚了 不许上手 你不许拿 你把手背后面去 背后面 行行行 我放这儿放这儿 三秒钟啊 我数一二三 在这儿呢 老四 你给我 你给我 你不损吗 你不损吗 我让你损 老四 老四 站去吧你 我让他站 老四 你死死孩子你 我让他站 小叶 你个坏蛋 谁来你给我 老二 你说你还是什么 啊 有你这么干的吗 把自己妈告上法院 还立足 这是老四 老四 是你这个 看我就把人家也死磨了 闪开 闪开 妈 你干吗 你干吗 还拿着刀 儿子 我 没事 妈还是要给你那个 给你老舅她们 削皮衣服呢 不行了 睡觉吧儿子 不行了 睡觉吧儿子 不行了 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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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老四 你还跟着我干吗 不是那个 不是 不是 不是我帮你这么大忙 你钱下来 你是不是给我拿几万呢 做梦的吧你 没有 老四 你怎么这么办事呢你说呀 你今晚上驴嘛 今天光起来吃饭 我那 就花一百六十吗 一百六十吗 我给你两百啊 多出那四十算小费 别废话了 不是 你说 别废话了啊 老四 老四 你不再这样 老四你 不是 老四给我记住了啊 我让你买房子不信了 杨树枪 你死了你 杨树枪 杨树 你死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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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怕人欺负了 来 来了 二姐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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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姐 你别喊 妈不在家 不在家哪儿去了 妈在楼底下溜弯去了 真假的 你没蒙过 那你自己找吧 没一个好东西你们行 妈 我还年轻着呢 再过个两三年生孩子 也不迟啊 催那么齐干嘛 我告诉你 不能生孩子的女人 错 您概念混淆了啊 我不是不能生 我是不想生 别混淆概念啊 应该得理解你婆婆 哪有老人不想到孙子 妈 你别唠叨这个 我一听这个我就烦 妈 妈 妈 你们在这儿呢 妈 妈 气死我了吗 我要疯了 妈 我要疯了 气死我了 又跟最强吧 你看 你看这个 您给我写的遗嘱老四给撕了 你看 你看死得乱七八糟的 什么遗嘱啊 没什么 老四怎么知道的呀 掏羊儿强话呗 你个傻子 让你俩老爷掏话 掏出去的呗 然后呢就让他说拿了我看看 我就给他了 然后呢就给撕了 老四太好闻了 妈 妈 你怎么给他写医处 老三 打电话给老四 你让他马上过来 你别别打 你先让他打我先跳河 我现在不能见得我 气死我 妈 我一个字不差我又写了一份 你再给我签一下 按个手印就行了 行吗 妈给你签 你干什么呀 妈你追我干什么 签签签 别这样别这样啊 别激动 好 妈好好的来 你这样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 来 妈自己愿意的 算妈你自愿的是吧 对 妈愿意的你拿来 我给你签 你去按个手印就行了 一你我都带了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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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你什么关系的 有什么关系啊 你给我签起来 你给我签起来 二长 二长 你还动手是吧 二长 妈 气死我了 她又给我死了 再写一份 再写一份 走 妈回家再写 我再写一份 回什么家呀 再写一份 妈走我回家 我告诉你 你放开妈 妈这又是你 你想干妈呀 你想气死妈呀 你想逼死妈呀 你说得等候人 干什么呀 这是我答应你二姐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我不许你签 妈 你再写一份 妈到你签上 妈走上楼 你再写一个 我告诉你 你放开妈 我告诉你一次 就冲你今天这个表现 我告诉你 这七十五万我拿定的 我把这七十五万拿来 我跪在爸的坟桃 我一张一张的 我收拾了货 我都不给你 你但没听见爸的话 你会死啊 凭什么 我凭什么没听见啊 妈 妈 凭你不姓常 凭你不是妈亲事的 凭你不是我亲姐姐 你放屁吧你 我不是亲的 我常立姓了 我三十多年长了 你说我不姓常 我就不姓常了 放屁 你爸姓韩 叫韩富贵 你妈叫李晴 你不是我们长家的人 你不是妈亲生的 妈 看见没 看见没 就为了要这点钱 这种瞎话都编得出来 你好意思吗 我都替你扫道话 你好意思吗 你还能编什么瞎话 你妈 你妈叫李晴 你爸叫韩富贵 你真的不是我们常家的人 你不姓常 你姓韩 妈 妈是真的吗 妈你别哭 你干活是吗 她说的是真的吗 妈 老二 她说的是真正的